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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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的二水這邊有火燒麵 您吃過嗎 已經年過七旬的王天明 他炒麵長達一甲子了 已經達到出神入化的境地 整個鍋子大火烈焰 卻能夠炒出香而不焦的美味 讓很多人不辭千里而來 其次也是要親眼目睹 王天明如何用生命在炒這盤麵 彰化二水小鎮上的這間老房子 二樓掛著罕見的火燒麵 三個大字 透露出這間小店的不煩 老闆王天明留著花白的小烙腮糊 他動作俐落 看不出已經七十有四 他用餐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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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一盤 很厲害 對 要排隊都要排隊 因為生意很好的時候 我特地十點多 先預約先叫他先炒 你很聰明 小燕 你要…你要跑到我 不算的 有個村的就要上廚房 一直看你也是在想說 下一碗吃的要吃的 對… 我上次等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結果還等不到就走了 極致美味的火燒麵 只留給願意等待的人家 在地人都很清楚 早來先買先贏的道理 要是等會觀光客一來 那可是會等超久 畢竟早來還可以欣賞 王天明烈火炒麵的絕技 就足以讓人忘了雞長露露 這要學嗎 學不學 學不學 同時的做伯母也跟你說 我們講話 就是二歲火燒麵 人稱阿明的王天明 單靠左手一甩 就可以讓整鍋麵條兄弟 騰空飛起 再完美拋接 這樣利於美的勁道 一點也不像七群老翁 該有的身手 但斑白的髮色和胡鬚 說明了他霸氣的火燒麵絕學 可是有一甲子的功力 在台灣天下無雙 你現在如果這樣炒 讓它靠一下 它就... 我們在吃就有那個口感了 吃這個不是在吃甘肌嗎 也可以這樣說 這個鍋子很重 那個鐵鍋子 但是一個鍋子都炒差不多八個 八個味道 所以說在這裡 有的人都歐落才會搭起 那種味道 它不是很強烈 但是就在口中 你吃的時候 可以保留很久很久很久 那種口感 嘴巴裡面都是有燒家的味道 蛋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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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這個有名 快來吃 小東名 快來就要來吃火燒麵 對啊 老廳可以來 好 吃雞蛋 看 王天明的火燒麵 不分貴賤 划不到銅板價格 都能品嘗 在他的料理中 吃得到鄉下人的豪爽熱情 下鍋前才會切的肉絲跟韭菜 份量給得多 跟自製的豬油一起爆香 大火翻鍋拌炒有了香氣 王天明才會再灑入古早味醬油 來增加層次 光看這翻炒畫面 烈火竄進鍋內的瞬間 火焰燒得跟它一般高 現場的人可以看得是沉默結舌 大火的那個鍋都倒火啊 對啊 我也覺得說 這個老闆在炒的 跟別人不一樣 由於王天明做碗麵 對於愛吃辣的客人 還會加入特別煉製一天的 黃金肉醬 這微辣的滋味 令很多客人只能要加 那個剛開始不會辣 然後越吃會比較辣 還不錯 在這些美味充分爆香之後 王天明才會放入已經煮過半熟的麵條 跟幾條高湯 讓所有的食材精華 一起在鍋裡翻滾 享受烈焰的熱情 烈焰的熱情 鍋蓋裡頭的麵 得在鍋裡頭燜兩分鐘以上 讓滋味透入了麵心 王天明才會再打開鍋蓋 他說現在才是火燒麵 炒出焦香味的關鍵時刻 王天明用大勺加速翻炒 麵條快收乾了湯汁 焦香的煙霧沿著鍋圓噴發而出 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禍氣嗎 他為了怕底部燒焦 有時還給以鍋帶勺 大麵氣翻鮮 剩鍋麵 你現在像這樣我們炒這個 現在裡面就在炒香味 現在把炒香味在烤 烤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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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 就烤去烤了 這滿滿一鍋八人份的麵 應該有六七公斤重 得翻個八九次 只見王天明氣定神閒 單憑一隻左手就十拿九尾 相較之下這鐵鍋已經快鞠躬盡碎 要煮到這個筆尾嗎 對 蜜蜜 炒這裡幹嘛 你一天烤這個 沾這裡才有蜜蜜 鐵鍋會炒到裂開 可見王天明的功夫扎實 他就連分面時 還不停在鍋內翻轉麵條 生怕鍋子溫度高 底下的麵會焦了 人家就吃不到美味 真的一碗麵得花上十分鐘 才能患得客人的掌聲 後來就炒起來 他這個有這個鍋巴 我們剛好就是一直在滷… 滷溫的鍋巴的味道 像像鍋底破口這樣 要有那個灰溫的味道 但是他的鍋沒有破口 也有那個味道 我看過了 不然你老闆你鍋拿起來 看看吧 你看鍋好的 等到你了嗎 不然等到我了 不過那兩個才做我的 所以就覺得好像中二套一樣 對…可以趕快回家了 王天明拿手料理除了火燒麵之外 還有一道客人上門閉點 全台灣唯一的私房菜 那就是酥炸粉腸 日本人來吃 他本來日本人不在吃北來 不在吃內臟 要他但是他來來吃吃 他說幾三顆 我們台灣的口香糖 全用特別挑選的粉腸 然後裹上特調的地瓜粉 酥炸過後的粉腸 只需撒上胡椒鹽 滋味就令人驚艷 說是他的招牌菜 沒有吃過嗎 沒有吃過這個樣子的炸法 有點像鹹酥雞又有點不像 還滿好吃的 三數年次的王天明 有著挑剔的職人精神 他從小就在餓水土生土長 早年家中環境不好 排行老大的他底下有九個弟妹 所以他很早就休學 到處打工賺錢 十五歲的他離鄉背井到高雄打拼 撫完兵役之後 他會走上廚師這一條路 是他想都沒想到的 這要得感謝第一份工作的老闆 在五間店 剛才就沒一個月了 對啊 他說 跟他們說 要想你不要這個人不要請 要這麼厲害 這就要把家裡找到飯店 王天明因此被轉介到飯店當學徒 學的是大陸北方菜 做的都是火爐台的炒工 由於他肯學肯做 沒幾年就能獨當一面 直到二十六歲 被父親叫回來餓水 做外匯的棕破塞 平時還肩賣麵 他笑著說 因為太操勞 所以不小心創造出了這碗火燒麵 雖然打瞌睡是玩笑話 王天明對於大火炒麵的造詣 讓早年那些客人對他相當崇拜 所以幫他取了火燒麵 從此響亮一夾子 如果很好吃 吃不夠 還有點了 你吃要等多久嗎 我就是說那麼多人 一定要等很久 沒關係 反正現在還有時間 現在才十一點半 我們可以等啊 王天明除了賣火燒麵 店裡頭還有很多好吃的古早味 無菜單料理 像新鮮的鐵螺 方韻的十顆炒九層塔蛋 鮮亮的台灣芦筍炒蝦仁 還有筍肝滷豬腳跟炸粉腸 而這些料理的美味靈魂 都是他一大早自己所提煉的豬油 王天明的料理 不僅講求古早味 在店裡頭也有濃濃的家族情感 在裡頭幫忙的都是自家人 誰有空誰就過來 像今天負責點菜的是 念高中的孫子 一旁忙著炒菜跟外帶打包的 則是跟自己做了五十年的妹妹 以前都沒有 前年如宵 現在我跟他說很好的 我們不要前年如宵 我們要早一個禮拜 休假一天 這樣就比較好 對 我看你們哥哥很多人來了 那是由他做的爸爸做的嗎 對啊 就是我們前面就是都這樣 所以能吃苦 而王天明的牽手 官鳳椒 則守在後頭廚房煮蛤蟆湯 切肉跟做筍肝豬腳 還堅持收拾碗盤 更重要的是安耐等麵快受不了的客人 所以總會很熱情的免費幫客人加湯 對 沒有吃麵我灌到 沒關係 麵還沒來我再加湯 這樣人家不太多 米湯不喝 這樣就多一點 我算去兩年才好 沒有啊 泡湯啦 王天明的好手藝 從客人吃的晚餐朝天 就可以看出 但由於他已經有點年紀了 現在已經不再是全年無休 每天賣到下午約兩點 東西賣完就休息 但說真的賣了六十年的火燒麵 一天不拿鍋鏟 對王天明來說 還真的有些困難 他說只要身體許可 他還是要繼續炒 畢竟客人遠道而來 這麼捧場 他感動在心 就是要看天文 對 我們如果有在地上有這個身體 我一定會蒙住 如果沒有這個身體 就沒辦法了 這樣 人家啊 你來坐 你吃紅硝煙 人家啊 你來坐 你吃火燒麵 人家啊 你看喔 你來坐喔 你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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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吧 你坐吧 感谢观看